还记得1998年的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视剧吗? 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一部青春偶像剧 剧中的主演包括当红明星李亚鹏、徐静蕾 还有红极一时的谢雨昕、王学斌 还有后来成为影帝的廖帆 虽然他们现在在娱乐圈的地位各不一样 但他们都曾因为这部电视剧而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这几位演员之外 还有一位演员你可能已经忘记了 他就是在剧中暗恋李亚鹏一辈子的若彤 若彤的扮演者是台湾演员王于文 王于文相比女主角徐静蕾 与星来说外貌上算不上漂亮 甚至有人认为王于文丑 虽然很痴情地追了杨征一辈子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但观众还是觉得他配不上杨征 这部剧中的主演先后都红了 唯独王于文激进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前爱之后呢 王于文也出演了不少电视作品 但大多是配举2005年王于文 与相恋两年的男友林凯敏结婚 王于文与林凯敏曾合作过电视剧 阳门女将女儿当自强 虽然男方不是大富大贵 也不是名气响当当的明星 但两个人之间可是默契非常翻拍 婚合王于文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如今王于文算是最幸福的了 虽然平淡 但拥有人世间最真实的幸福 当年一部情景喜剧 佳友儿女反响之大几乎人见皆知 佳友儿女前两部中的小雪 由当红小花旦杨子扮演 由于学业原因 杨子放弃出演佳友儿女的后两部 而在这时正要开始第三部的拍摄 杨子的离开招致小雪角色的空缺 导演组看到了宁丹林的简历后呢 很顺利的就布置他进组了 他19岁时参演佳友儿女第三四部 并凭借佳友儿女让人熟知 但观众关于第三部的小雪并不买账 还好他借着前两部剧的东风 宁丹林很轻松的走进观众视野 走红后呢也迎来众多演出机会 宁丹林拍了一大堆影视剧 可能都不如当年他在公开车库 被人打的比雪长流的负面新闻之名 据透露宁丹林与一名男子 在公开停车场发生争论 男子动怒并挥拳打向宁丹林 令他的鼻子顿时血流不止 有人认为宁丹林与富二代交往甚密 可能是感情纠葛让人齐被打 当然宁丹林的说法是对方男子 只是个陌生男人 因为争执而大打出手 如今宁丹林在演艺圈的路走的 并不是太顺 被各种丑闻缠身 阻碍了其发展的步子 回头看看杨子 一步一步的运营本人的形象 已经成了文艺圈单红小话之一 正如他所说 曾经有太多人遗忘了我这个小雪 大利 Mol面日的观念 ios丹林有更多人的 亮点 就很介绍预伙